接下來我們要展示 Node MCU 連到IOD TALK 這個板子已經接好了 一個燈可以被遙控 我接了一個旋鈕可以轉 然後去控制遠端的燈泡 連到我們的網站 demo.iottalk.tw.專案 建立一個專案 如果已經有就用原來的 建立一個專案 自己打一個自己記得的 密碼設一個自己容易記 別人不容易拆的 好 那進來這個專案以後 專案名字 進來這個專案以後呢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 把一些設備加進來 model 設備 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一個Node MCU 就照字母排的 Node MCU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全部都打勾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用那麼多 這個是輸入的 我們有用到 就是這個旋鈕呢 會透過這個A0傳到平台裡面來 可以去控制 等一下我們控制一個燈泡 好 其他暫時我們現在沒用到 好 那我們再弄一個燈泡 燈泡在最上面 這裡 bulb 好 那請選亮度就好 這一個的話先不要選 因為這一個的話 只能從電腦上的主控台控制它 就是控制顏色 那我們點亮度 好 存檔 好 這樣我們就有一個燈泡 然後有亮度的這個 右邊的這一邊叫輸出的功能 左邊叫輸入的功能IDF 右邊輸出的功能ODF 每一個設備至少有一個 像這個一個 輸入或輸出的功能 好 因為Node MCU 我們有輸入也有輸出 所以你會看到有兩個 左邊是輸入 右邊是輸出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希望由這個旋鈕 控制燈泡 好 所以你就點這個 底下這個A0 好 不是點上面喔 點這裡 點一下 好 然後點這裡 好 那它就會連起來 好 表示這個的訊號呢 會透過我們平台送到這裡來 好 那在這一點呢 點一下以後呢 你可以寫這個前處理程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 進到這裡之前的處理程式 然後這一個呢 是出來以後 要過到這邊的處理程式 好 那通常是選一個寫就好 不寫的話就把它Disable 通常我們Disable就能夠做事前了 好 那我們可以先測試這個燈泡 但是你要前提要讓這個呢 能夠上網 那這一個要怎麼上網呢 好 我們用手機 好 手機呢 讓它上網 就是請一個同學開熱點 那我們這個已經設定好了 設定好連到哪一個 SSID 然後密碼 所以你只要照這個設定好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說你要用自己 那你可以進去先把它設定成自己的 那我現在這個就是已經設定成自己的 好 那我這邊呢 就要去把它改成跟它要用的名字一樣 好 每一支手機不一樣 好 我進入這個設定 我的的話是在更多裡面 好 更多 好 然後 可惜是無線基地台 好 然後進來以後呢 把這個基地台打開 好 打開 好 然後 設定 確定讓它跟它要用的一樣 好 設定 好 設定裡面呢 確定這裡可以讓你在搜尋 不然它找不到 然後呢 改一下 我裡面現在是寫ABC 再改一下 小寫 ABC 密碼呢 我密碼現在是設12345 就是裡面它要用的 所以密碼你要確定一樣 看一下 正確 好 確定 出存 現在呢 有沒有人連上來 沒有 0個 我們把這個電插上去呢 它就會連上來了 好 就是 這個電池 好 好 你看一下 這邊很用力的在連 有沒有 一直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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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閃